好,大家知不知道這些照片在哪裏拍的呢? 是中國,大家都可能認得 很多人是一個快速發展的城市 很漂亮的風景,很大很大的土地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中國的一些片段是我找到的 兩年前我拍了這個項目叫Trace China 是關於傳統的手工藝 這個就是Brian的朋友,我説服他做我的翻譯 中國的陸地面積稍微小於歐洲 有56個少數民族 它裏面當然有很多元的文化傳統 而在Way Fang,我發現 這個是做紙繞的人 他就是用風力來推動這些風箏 很多大型生產的工作方都嘗試抄襲這個做法 在內蒙古 這位就告訴我們 那裏的人怎樣拿樹皮 不會是損毀棵樹的 然後就把它變成很輕、很實務的物件 像這些盒一樣 大家知不知道這是什麼來的呢? 在和俄羅斯接近的地方 有一些人做了一些魚皮的衣服 這些乾了的魚皮 就是整到直至好像布那麼遠 那一個人用一個月的時間才做到 有足夠這些所謂的布料做件衣服 那可能因為這個勞工和時間需要那麼多 就有很多這些已經是色微了 當我們去到雲南的時候 我們就聽到其實很多人都做一些油紙遮的 但我們去到的時候 發覺只有兩個家庭還在做這個工藝 大型的生產就是改變了很多這些項目的 這些產品的做法 以前是做一些每天的日用品 現在可能是做一些紀念品出來 接著去到這個Cashgar 那這個地方 他就告訴我們 他們已經是最後一代 在做他們這個手工藝 很諷刺就是因為就快會色微 所以大部分這些東西還在 因為魚皮的皮膚 魚皮的衣服等等這些項目 都是展出的在博物館 接著我去青海 就遇到House 他就合併了歐洲紡織的技術 就和傳統的這個技術一起 就改善他們產品的質素 去年我就和我朋友Ambrow 就和Sigdol和他的家人一起住 就他們五代同堂的 就學習這個紡織傳統的職步的方法 就用西方的方法改善了這個品質控制 但是他們仍然在做紀念品 就訓練了他們老一輩的人 以及做一些當代的物件出來 可以吸引到更多人 令到更多人注視到這個少數民族 接著我就回到中國北部 早期 就和我的另一個設計師Thomas 一起去學習 就令到我得到更多靈感 就是怎樣用設計作為一個語言 是去翻譯他們的知識 去吸引更多社會大眾 當然這些女士很想教我 怎樣去做這些盒子出來 自從知道我未婚 因為你一定要懂得做一個好的盒子 如果你真的要做到一個好太太的話 接著我又再碰到她 她的眼力已經減弱了很多 那邊有很多建築都改變了 中國就改變得很快 我感到很興奮 認識到這些新朋友 同時我也感覺到有點悲哀 因為這些刺繡 藝術家 做動物修 他們已經是最後一代 在他們的心中 還保有這些知識和技能和熱情 當這一代沒有了之後 他們的知識就會失去 我作為年輕一代 我也是不斷地希望 更多消費者會聽到這個聲音 Thomas和我決定做些甚麼呢 第一步我們就設計了一些高檔的兒童玩具 希望提升認知 小朋友玩的時候 就會同時認識到文化 成年人玩的話 也會越來越興趣 就是搜集更多資料 其實這個源頭 是有很多資料和知識 關於我們周邊的環境 現在我們很關注到可持續性 和生態 我們從這些以前的 由牧民族裏面 是可以學習到更多 了解到如何和大自然和諧共處 那你又可以做些甚麼呢 有很多傳統文化在外面 除了我今天所提過的幾樣 還在等著被重新發現 那這些老人家 他們是有一個潛力 即是說如果可以更新一下 也可以提升現代的生活 我們可不可以確保這些東西 不會成為博物館裡面 一路退去的記憶呢 我們不是說要緬懷過去 而是要問我們自己 這個知識可以怎樣使用 改善我們現在的生活 和未來的生活呢 多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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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